乖石佬会,真是充心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这一年来对我们的鼎力支持,又出席我们的会员聚 也很好地看我们的直播 也有很多有心的会员,每次直播都会课金给我们 那些名字实在太多,不能够一一踏着这里 真的充心地充心地多谢大家,多谢 过去这一年,我和阿鹏都非常开心 有大家陪着我们,都给了很多欢乐 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开心时刻 我也希望我和阿鹏都可以给大家一些开心 大家可以在直播或我们的提示里帮大家消消气 可以给大家欢乐 我最后这条影片也选了这几只马 希望帮帮大家在最后一次散播的日子 一起赢爆马会 希望大家在来附近的暑假就顺顺利利 在没有赛马的日子,真的可以看看波 或者和家人去旅行,还有看奥运,支持一下香港队 一年之内,真是多谢大家,最后一次 什么都不要说,再说一次,充心多谢 投场五班千叶的赛事,我选了这只街景临门 上一次在快回谷五班一千,晚上的姿态 看到红色眼罩8号,黄蓝红色衣服,黄蓝红色衣服,没有那只街景临门 这次他配上艾兆礼,哇,业装马房这只马真是精神,抽到个好档 接下来星期日的赛科战,他说跑头场,也是艾兆礼騎 人马都合拍,而且他跑沙田五班千叶的赛事也上名 这次艾兆礼,上次发挥得这么好,看下来星期日赛事 有个四档,可不可以帮到他在桂内赢第二场赛事 好了,开始进直路的时候,艾兆礼当日的外户谷的赛事 因为跑这个难逼,他选择移出一点点,很棒 最后这一百米的时候,在外档展出强力冲刺 8号的Bling Bling Bling,就过了中华威威 中华威威,其实就是之前刚刚的赛马日的表现都很好 他能够赢得到他,1,2,3,这部过来 我觉得,应该在沙田,都是那些马十四只 比较上是似乡点,我就找了他做胆 另外这几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第一只就是 胡吉王,丁仔,这只合金王 合金王,大家都知道这只马,如果你说热就不用想了 有赔率你可以想想,这次就配合班德黎 季内也是班德黎,帮他在五班的跑马地赢过 也是跑变化地 其实沙田这只马,也不是完全是很差的 我觉得跑短途,他应该是可以应付到 当然跑马地是好些,但是呢 考虑到丁冠豪,他也是需要去胡吉 还有,来到季尾,对着这一盘马,我觉得 你真是搏乱的时候,找些季内贏过的马 这只合金王,我觉得OK 另一只就是,演出也不算很好 这次是二档,找一下钟亦莉 其实有三磅减的,126磅的电子大人 电子大人,这次的档好,买他的唯一可能性 就是侧身,上次下来五班,也输得近了 你说他赢了,比较难一点 但是真的搏乱,你也知道季尾都乱了 这些马,可能会走得入位 可以去拖脚 最后一只,去选择给大家,就是这只 飞药精英 飞药精英,其实今季的演出不算很好 只在跑马地,124班赛事 他有个位,那次是十档,是融融零旗 今次找到的步民旗很明显 有个好档,7档127磅 也不是太好档,是希望帮马有更加好的表现 所以都是拖上去 这场赛事正路的马胆,我就找一只佳京林门 拖合金王,电子大人和飞药精英 希望大家在未来星期日的黄昏杀科战 能够一起赢白马会 下季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在今年的赛季 一直支持我和好拍档阿鵬 希望大家在星期日的赛事 相信你们多赢